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一间非常好吃 在万华一个不起眼的小巷里面 有一家非常非常好吃的意大利披萨店 那这家披萨店是非常的有人情味的 那我个人是觉得它在这条街上面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然后在一个非常安静 然后没有什么人会经过的街上面 然后就因为有他们的出现 然后所以就带动了周边的商店啊商机啊人潮这样子 那虽然说它附近其实距离最近的捷运站走路不行要20分钟 可是还是不会去影响它的人气 原则上就是假日都是需要排队的 那如果说你是要订外带的话也是需要等待 可是真的是非常值得 因为去吃过的人应该都会觉得 这应该是台北市我觉得最好吃的披萨吧 真的是要去试试看这样子 那老板啊店员都是非常非常的亲切 那里面是不刷卡只收现金 那不管是它的浓汤也好 然后沙拉也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每次都必点的这个烤马力苏 也超好吃一定要趁热吃 然后这个是马格丽特披萨 然后这个是松露野菇披萨 都超级推荐 然后没有去吃过的人 一定要去尝先看看哦 哦 嗯 好